這是2021下半年創米最新出的智能手錶 W12 可能有人不知道創米簡單的幫大家科普一下好了 創米是小米最早的生態鏈公司之一 主打的商品多半都是一些智能家居的部分 當然智能手錶也有 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W12 W12配置了1.32英吋的螢幕360dpi的高解析度 除了畫面清晰外在操作上也非常的滑順 手錶的外空是金屬拉絲的質感 雖說是金屬材質但重量卻非常的輕 加上錶帶也才58公克而已 稍微習慣一下就會覺得它不存在 錶帶是可拆式的 可以隨時更換成自己喜歡的款式 像是這個皮革錶帶搭配這個金屬拉絲的錶框就超級好看 首次使用會是英文介面 可以直接透過APP更換成繁體中文 直接在椅人這邊設定成繁體中文或跟隨系統即可 錶盤組有40多種可以選擇 如果還是跳不到你要的 就選一張自己喜歡的照片吧 W12有13種的運動模式可以選擇 基本的跑步、健軸、登山、飛輪、仰臥騎坐等等都有 可以透過APP設定訓練日程 將在實踐健身上會超級有感 現在來測試一下它的運動模式 今天一樣玩Switch的健身拳機 好我們結束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數據 我總共運動了30分鐘 平均性率是122 消耗了313卡 所有的運動數據、運動時常消耗熱量 都可以直接在APP上面看到 手錶本身有IP68的防水登輯 想要帶著手錶去游泳 或者是運動完帶著手錶直接灌洗都沒有問題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有心率血氧檢測功能 已經成為了挑選智能手錶必備的條件之一了 W12也完全符合期待 心率及血氧檢測功能都有 並且是24小時監測的 每10分鐘就會自動檢測一次 除了可以直接在手錶上面看到統計圖表 所有的數據也都會直接同步到APP裡面 可以實時的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那我覺得最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血氧檢測速度超級快 我拿小米手環6、華米GT-R2 跟創米W12做比較 W12幾乎是3秒就檢測出來了 最久的則是華米GT-R2 基本的睡眠品質分析也是有的 可以記錄你每天的生前睡眠 並且會依照你的睡眠狀況 提供你睡眠質量分析 也可以直接透過APP查詢到 每週及每月的平均睡眠狀況 至於續航力的部分 W12一樣是採用磁吸充電的 內置的330mAh的電池 在待機的情況下可以維持30天左右 日常使用者是14天的電量 不過像我這種重度使用者 大概是使用一週就需要充電了 智能手錶除了運動及健康外 不外乎就是可以讓生活更便利 像是看一下手錶就可以知道今天的天氣狀況 找不到手機時也可以直接透過手錶呼叫 TES也可以直接操作手錶切換曲目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即時訊息通知啦 W12支援的各種社群軟體通知 像是LINE、Facebook、IG等等 一般的來電也會直接顯示 這樣就不會露接電話啦 還有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功能 就是搖搖手錶拍照 只要輕搖一下手錶就可以直接拍照 我自己也戴過很多智能手環手錶 幾乎每一支手環手錶的功能都大同小異 W12推薦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它的血氧檢測功能真的超級快 是我用過目前那麼多款中最快的一個了 第二個就是它的CP值超高 目前還有限量超鑿鳥的五六折優惠 有興趣的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的說明文裡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以上就是這支創米W12的開箱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